妈 这是要我干洗的 这件也得干洗 不是 你把那存款都写你老婆名 她凭什么呀 不然她老瞎猜 晚一点回家能给你打几十个电话 那心态倒好了 挣得悬全你老婆的了 是不是 也好 把钱交给她管也省得我操心了嘛 不是 那你婚前啊 你也不做一个那个财产公正 你说万一啊 有一天你俩要是离婚了 她得分走你多少钱你想过吗 哥 我这刚结婚你就盼着我离啊 她也是怕我找小三 她说这男人有了钱了肯定都得变坏 不是 我变坏了吗 我跟你嫂子结婚多少年了 我变坏了吗 不是 人跟人它不一样 你不能一概而论 你懂不懂 咱那个远方那个大学老师怎么说来的 他做人最主要的是修自己 自己得修明白了 懂吗 懂 我不像你 我修得还不够好 学吧你 嫂子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我觉得 大哥哥在这些原理面 真的是最老实的了 你真的勇往他了 小欧啊 要大哥让你来做我工作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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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来做美容 就是让你宽宽心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女人啊 就得舍得给自己脸投资 你真的冤枉大哥哥了 我一点也不冤枉他 他看人家高唱满世界跑 英语说得六 自己心里羡慕 他也找了一个外语老师 还一对一辅导 那不挺好吗 说明他要求上进啊 你老师是个女的 嫂子不如我说 你真的 你疑心怨太重了 你知道吗 他曾经特别认真地问过我 怎么才能哄你开心 真的呀 真的呀 他是不是老给你买礼物 你不屑一顾 然后呢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说 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因为你心动了 但表现得不屑一顾 另外一种是 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你注重的是感情 你是不是后一种 早点怎么了 你是不是感动了 对嘛 我跟你说我 我真的我特别 就是我特别能看透人心 我从小就很能理解人 你从来就没送过我礼物 折一折 反蛋了 嫂子 做了